主持人 各位 今天的論壇的各位貴賓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我非常榮幸代表經濟部工業局來 跟大家Present 一下近零新局之下 台灣產業升級轉型的一點方向 還有政府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我想這一題今天主要討論的這些題目 都是當前政府要推的重要工作 所以我特別感謝有這樣的機會 讓我來說明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首先我還是把整個近期的一些事件做一些整理 讓大家看一下整體台灣現在到底情況是怎麼樣 那目前今年台灣的整體情況大概預估還是有2% 大家可以看到前幾天還有今天早上報紙 出口都是負成長 那個負成長的那個負的程度還挺大的 那其實在要擔心的是說 因為過去幾年 它的成長台灣的成長是機器是墊高的 所以當然這個整體來講 今年看看可不可以保二 那那個CPI也希望能夠控制得住 整體全球的情況 全球今年預估是1.7% 大概1%到2%左右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那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年的一些國際大趨勢 主要是當年川普在的時候就開打了這個貿易戰 接下來就是會有華為案 也是2018年 2020年就管得越來越近 那2022年去年去年年初俄乌戰爭開打之後 接連的兩個美國的非常大的一個重大管制 就是去年的10月美國頒布晶片禁令 它不僅要求這個設備 還有EDA Tour 不准給大陸 那另外甚至要對人也產開一個規範 不准美國人幫大陸的半導體來做服務 已經有這樣子非常嚴格的一個趨勢 顯見說全世界現在就是可能趨向到兩套系統 就是紅色跟非紅色的供應鏈 這是這幾年我們的國際大趨勢 所以也就在這幾年我們也可以看到 從剛剛講2018年 我們整體全球的台灣的供應鏈 這些電子五哥們 它的佈局是開始在變動的 所以這佈局的變動就會看到說 左邊這個部分主要是蘋果 蘋果的本來都是中國 現在中國的慢慢都移出來 移到哪裡 印度 越南 泰國等等 那是伺服器 伺服器到現在大概還有五成在中國 剩下的有一些移回來 就是剛剛我們今天主題有提到台商回台 有一些其實回到台灣 高階的伺服器 那所以呢我就要讓大家知道 所以在剛剛講的那個川普宣布貿易戰之後 其實政府就推動叫做歡迎台商回台投資方案 那基本上這個方案是有三大 三個方案 跟留台灣的中小企業的台商回流的 那它其實已經不是新措施 它已經四年了 所以我們看到四年來 這四年來 它的投資金額跟著我們GDP 是一個同步成長的方向 到現在已經累積到兩兆多的一個投資 創造了十幾萬的就業機會 那基本上這個方案簡單講就是一些行政協助 還有投資的利息補貼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有成立一個協調的一個招商的一個窗口 那協助廠商在台灣落實投資所面臨到的各種障礙 協助它排除障礙 那我們其實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三大方案它不是投資 什麼投資我都很歡迎 基本上我們是用引導政策的方式 我們有在方案裡面就特別要求一個 叫做智慧化 你回來要高階的產品 你回來要智慧工廠 所以全部的 剛剛講的一千多間的通通都是智慧工廠 才可以符合我們的一些優惠 那另外呢 在我們三大方案的執行的第二期 我們在去年執行第二期 我們要求要開始有節能減碳的規劃 那我們要求什麼就是要有一些再生能源設備 如太陽能發電 你要節能 你要熱回收 循環經濟等等 那執行的一年多以來 我們會發現大概有七成的這些案子都有 有設這個綠能 還有67%是採階能或低碳排的設備 大概五成是有這個熱回收或循環回收 有兩成在規劃綠建築 這個是你如果沒有去 在方案一開始的時候去要求 它就不會做到 但是一旦有要求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政策引導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我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趨勢 我想大家應該對這些趨勢都非常的清楚 不用我再多說 我簡單講 京都議定書1997年過了之後 我們國家就很努力 後來在104年我們有一個溫管法 把這個目標納進去 目標是2050要把這個碳排要減一半 但是在2016年的巴黎協定後 其實各國其實對這個2050是越來越不能忍受了 所以巴黎協定之後 其實把原來希望升溫兩度 現在已經希望是1.5度的一個情況 所以之後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各國漸漸就把它的這個減碳的目標 都放進它的一個規劃 一直到今年10月 就歐盟即將要實施這個碳邊境調整的機制 今年10月是先開始申報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整體來講 各國其實對於2050這件事情是非常的在意 它已經是國家層級的一個階段 你看有這麼多134個國家都說2050要淨零 所以最晚最晚都喊到2060去了 剛才講國家層級 接下來講什麼 講這個供應鏈也開始了 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說 台灣整體電子五哥是佔全球 我們這些自動性產品 在全球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們電子五哥其實說穿了我們就是代工 我們就是獨步全球的一些代工服務 我們這些代工服務的大客戶是誰 就是這些蘋果 谷歌 微軟 我們每年這些大客戶對台灣採購 近三年每年超過2000億的採購金額 每年超過2000億美元的金額 你說那個金額有夠大 對 他們都跟台灣下單 當然它也是包括電子五哥在全世界的一些生產 以及在台灣的生產都有包括在裡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供應鏈他們也要求 比如說蘋果 蘋果說2030 它要整體的公司業務都要實現碳中和 Google說也是2030 微軟大部分都是寫2030 範疇一二 各個供應鏈的要求不太一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國家目標就是設定的一個期程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些管制的措施 大客戶也對它的供應鏈 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規範 給大家做參考 那再來我就說了 這你要淨零 它的這個驅動因素就是剛剛講的政府政策 客戶要求市場銷售投資評比 大家應該清楚 投資評比對於企業去借錢很重要 那個你評比的怎麼樣 那個都影響到你拿到那個利息 是要付多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整個資通訊業 剛剛講的這些代工等等這些產業 就發現了大概近五成的電子業都開始投入盤差 那大家也開始去做一些減排的一些措施 整體來講我們現在製造業如果要去做減排就三件事 就這三個圈圈 製程改善 你可不可以去換一些節能設備 導入智慧管理 讓你的效率提升 再來就是循環經濟 你的材料是不是可以持續地在圈圈裡面持續地使用 減少材料上的浪費 第三個就是能源替代 你是不是有投資再生能源 你有沒有外購能源憑證 就這三件事在各個行業裡面就要去落實 目前我們的策略大概是這些 當然在管理面會要求要去做一些碳管理的平台 碳經價的機制等等 那外部當然就是要去符合外面 供應鏈對你很嚴格的一個集合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面臨的挑戰就是 淨寧成本很高 然後判談的一些資源其實不清楚 也不知道怎麼去做這些法規等等 然後另外也有提到再生能源取的不易 所以我這邊整理一張給大家看 就是我們電子業其實在早年 其實都一直不斷地自動化 電子化 現在可以發現就是說 已經不是什麼數位化 你已經要從2.0 3.0 2.0 2.5 3.0 3.5到4.0 那不同的產業像比如說 這個LED它現在是可以做到可視化 可視化就是有戰性式 可以做到有預測生產 那半導體製造是最前端的 它已經可以到這種視性化 有AI決策資源 那當然你在基礎跟進階 會有不同對於數位化的一些要求 就是看你這個產業的一個本身的特質 是在哪個程度 所以基本上對企業主而言 我們現在常常在跟業者在宣導 就是當你一天工作結束 你不知道你今天生產多少的產品產量 那真的是大有問題 所以至少你要電腦化 要能夠聯網化 可視化 最後可以預測跟視性 這是一個整體的一個軌跡 那再來剛剛有提到台灣的部分 那溫管法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台灣也需要有一些路徑 所以國發會已經有一些推動路徑的里程碑 在去年3月有公佈我們的淨零路徑 製造業也在去年10月 那氣候變遷法年初通過之後 2050不是原來的減一半 那個碳排不是原來減一半 是2050要降為零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 那我們有政府已經規劃了9000億 下去要去做這些淨零的規劃 好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很簡單 以大代小 先大後小結合共協會 大家有系統的去推動 那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報告一個新的條例 就是名字很長 以後強化經濟 社會 任性及全民共產經濟成果 特別條例 這條例除了發6000塊以外 其實我們有爭取到一筆預算來協助企業做一些升級轉型 那大概有三件事 輔導 補助跟人陪 剛剛講那個輔導是什麼 企業其實很多都不知道碳盤查是什麼 碳盤查就是以產為邊界去看你排了多少碳 那碳足跡又是什麼 就是以產品別去看你這個產品排了多少碳 那其實對企業來講它根本就很困難 它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很快的方法就是有一群專業的法人給他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有推一個計劃就是輔導案 就是有專業的法人 譬如說你是紡織業 就是紡織所的一個法人可以進去看 20萬 你只要自己出4萬 剩下16萬政府出 你進去訪視之後會得到一些診斷報告 有初步的碳盤查的一些初步報告 如果你的供應鏈要求 你要更細緻的一些報告的話 就會要再去做得更細 那我們就有提供這個補助 那補助就會有300萬500萬 如果你是帶了10個供應鏈就可以最多到3000萬 然後去做什麼 智慧化跟抵碳化 好 最後就是不用錢的 不用錢的一些人才培訓 我們都有很多班在開 那歡迎各位跟我們聯繫 我們可以有一些免費的課程 好 這邊就是大老闆上半天 那不同的人可以上到最多 如果上到這種進階上完 你可以有 你會用ISO去算這些標準 但是這個只是會 你們加會計小姐會 那不代表他就是已經是認證好 那個另外還要再付費 好 所以我最後一個簡單的講說 台灣未來升級轉型可能還是要挑戰我們的供應鏈升性 所以是不是有電子化能力 數位化能力是很重要 其次就是淨零碳排 我們因為淨零碳排的趨勢 我們企業要做到這些生意 淨零碳排是必備 最後可能對台灣整體而言 我們要找到我們新的成長動能 那我們當然要去投一些未來的新領域 我就是希望各位能夠多多利用政府的一些措施 能夠好好的去做好智慧化跟低碳化 讓您的生意能夠永續地發展下去 那我以上簡單地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